時間是11點05分 書展在昨天21日開始 今天剛巧有呂布、黑羽 當然人數會少了 不過今天下午2點 我會參加一個簽名會 其實那個不是我的簽名會 就是馬草黎和聲薛醫生 那本維園阿哥的《爆症》 那本書的簽名會 那本書其實是以圖片為主 當然也有文字 我幫他們寫了一篇嘴 就是講維園阿哥的族群 其實維園阿哥除了馬草黎和聲薛醫生之外 還有一班年輕人 就是一組人 當然最出位 也為公眾所熟悉的 就是聲薛醫生和馬草黎 他們就出了一本書 叫做《爆症》 維園阿哥 今天簽名會我去撐場 我去撐場 我去撐場說有很多人排隊 每個人都拿著那本書來簽名 結果看到我在這裏之後 那些人就勤勤上去樓上買了我的兩本 因為我的簽名活動在明天六點 就在博覽道入口的簽名區是B區 我在那裏簽名 明天下午六點 但他今天下午兩點 我當然要去撐場 遲些好像是長毛那本《寫真集》 和我們幫助那本《抗戰》二十年 都有一個簽名活動 我們都希望可以抽時間去撐場 今天去撐場的時候 有些人就拿著我那兩本新書來給我簽名 那我其實就幫他們而已 其實今天都不錯 短短半小時的時間都百多人排隊 叫你簽名 最好笑在旁邊又有個簽名區 又有一個人 那人叫做《見望之不似人君》 就是整天十九才子的節目抽我水 抽我們社民連水 結果他那個行業就沒有人排隊 我們那裏就很熱鬧 所以大家不需要介意 有些人說 他又抽你水啊 我們這裏日本仔 任他說 誰認識他 沒什麼所謂 說得中 我們就多謝他 說不中 就任由他 大家都在簽名區 我們那個簽名區 他有聲勢醫生和馬粗黎那裏就排長龍 是吧 今天簽名的時候 有人拿我們那本人民最大 和我的歷史紀絕都有下來給我簽名 那這本人民最大 有個拿著維園大哥的書來給我簽名 他就告訴我 這本書他昨天就買了 書展第一天 也都找我簽名 因為我昨天下午 也抽了成兩個小時的時間 就在《明報》的《proof》上簽名 那些人來買書 我順便簽名 他說回去看完之後就哭了 很感動 他說這個《五區公投》 即是 在這本書裡面 是一個相當完整的紀錄 你散秀秀 可能在其他報紙或網頁上 看到我們有些文章 或者照片 但是這本書呢 是一個完整的紀錄 從去年7月 我們倡議《五區公投》 到這個政改通過之後 整個過程 我們只看《大事記》就可以了 《大事記》最後那一天 我們已經列到7月8日 2010年的7月8日 就由這個《大事記》是由2009年的7月12日 足足一年 到這個《大事記》 到2010年的7月8日 足足一年 這個《大事記》 即是由倡議 到城市 到政改通過 是吧 一個完整的紀錄 在裡面的 這個所謂完整的紀錄 後世 或者十年、二十年之後 或者現在要讀通識那些 或者研究香港政治發展歷史的人 我想這本書你是不可以缺的 你現在要研究香港民主運動 你要查一查很多資料 查很多人辭職的寫書 但是單一 一個議題 一個新的運動 這本書是一個完整的紀錄 當然除了第一篇 我寫了一篇文 作為代罪之外 代替那個嘴之外 鍾祖康就應我的邀請 寫了一篇 放在最後的 他個人對這個《五區公投》運動 這個《新民主運動》 以及民主黨政改方案的看法 在五、六千字的文字裡面 有相當尖銳的批評 我那篇 其實是一篇 回顧整個民主派 在過去的十幾年 到今時今日的這個結局 包括民主黨投共 其內有子 我將我九四年的一些文章 撤下來 選擇那些文章的摘要 主要是講溝通 他們提出的所謂溝通 原來是九四年已經開始 所以我們都放進去 除了這兩篇之外 其他那些 全部是一個完整的歷史記錄 這是文獻 包括公民黨和民主 和社民連兩黨的備忘錄 這是從來沒有發表過的 另外我們有些宣言 聲明 選舉的單將 小冊子 Cusson 完整的上下集的漫畫 全部都放在那裡 所以如果你研究香港的民主運動 這也造成了今天出現一個民主派分裂 其實在這本書裡 裡面都有很清楚的 不是論述 而是一個紀錄 譬如我們將目錄跟大家說一下 第一章叫做倡議與成局 裡面包括社會民主連線的雪貼 就是這個09年9月 我們發表的政治雪貼 萬幾字 在這裡 很清楚的 另外就是 五區請辭公民黨做應做的事 這個是余若微捨的 就是他支持這個五區公投 接著他在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 表明這個公民黨的立場的一篇文章 另外一篇呢 就是 叫做共建香港新民主運動的里程碑 就是我在去年12月9日 在立法會提出的動議辯論 五區總辭全民公決 爭取2012雙普選的那個動議辯論的發言稿 這一篇發言稿是12月9日 即是在立法會那裡宣讀的 當日 是劉慧卿 在這個動議辯論 他發表那7分鐘的演詞的時候 聲勢力竭 堅持要爭取2012雙普選 批評公民黨 將2012拿走了 這些全部都是歷史的紀錄 這個是第一個chapter 第二章叫做風雨中啟航 收錄的文字 這些文獻包括什麼呢 包括公民黨秘書長 陳家樂寫的一篇 《五區公投為你而設》 登了一名報的 《公投如何挑戰法律》 黃毓民有一篇 就是我們辭職的演說 為以受壓迫的人有服料 梁家傑 那篇是讓市民量化表態 陳偉業那篇是超越20年的抗爭 陳淑莊那篇是人民不是抽象的概念 還有梁國雄那篇身處艱難氣若紅 最後就是《五區公投運動聯合委員會》的一篇宣言 今天輪到李門當主角 就是我們宣布請辭那一天 1月27日 在這個遮打花園的一個集會的大會宣言 這個是第二章 這些全部都是當時發表過的那些文獻來的 你如果用研究歷史的角度 譬如十年之後、二十年之後 這些就一次過這篇宣言 還有講五篇文是在立法會讀不到的 是的 第三章就叫做《風雨生信心》 就是這個《開遷五區公投運動》要啟動了 裡面有陶君恒主席寫的一篇 《起義的話語權爭奪傳》 還有余若薇一篇 《獻給反對公投的朋友》 陶君恒那篇 《賣友求榮可以優異》 是批評這個湯家驊的 另外《社會民主連線》有一篇 《沒有激烈的主張,連平和改革也不可行》 然後陳家樂有一篇 《激烈的抗爭手段》 第四章就叫做《五一六通知》 即是說接近 要差不多 整個公投運動的尾道投票一 宣傳最高峰的時期 包括有一篇社民連回應 特區政府公布2012年政改方案的聲明